以军印军坦克纷纷加顶棚 俄乌战争的先进经验 解放军坦克要学吗 这两天经常关注军事的朋友们可能会发现 不仅在即将发生大规模地面行动 入侵加沙的以色列梅卡瓦主战坦克 纷纷给自己头上加了顶棚 若连远在东方的印度坦克 也给脑门顶上加装了奇奇怪怪的金属材质 顶部遮阳棚 你先别觉得奇怪 这顶棚可不是以色列人首创的 加装顶棚这种自己DIY的行为 大规模应用于俄乌战场 没错就是菜额菜乌被网友经常开涮的绿皮行为 以及战场限定经验 因为巴勒斯坦的拖鞋军老乡们 已经用小型无人机 投放油荡弹药等形式摧毁了好几辆梅卡瓦了 这可以说是对被吹成无敌坦克梅卡瓦的终极侮辱 尤其是它引以为豪的战力品主动防御系统 没发挥一点作用 所以以色列人给坦克模仿俄乌经验 假装顶棚倒也是情有可原 不用白不用 多个保密方法总是好的 但是你三哥也跟风 那只能说是照猫画虎 不要抄一下菜额菜乌的经验了 不过现在不少人看到世界各大军事强国 纷纷给自己坦克装上了顶棚 也难免会好奇 俄乌战场经验到底有没有用 如果有用 那么有多大用 咱们解放军的主战坦克到底要不要学习 那么刀刀可以先把答案丢给你 基本上没有必要 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顶棚装甲 以及为啥子这些国家纷纷给坦克顶盖 加上了这些金属顶棚 这种顶棚也是格栅装甲的一种 这种装甲本质上就是抵挡来袭的破甲弹 达到提前引爆破甲弹 从而保护坦克的目的 只不过坦克的顶部不怎么加就是了 最早这种顶棚样式 格栅装甲的运用在乱七八糟的中东战场上 就已经出现了 比如叙利亚战场 中东老乡们在长年累月的战斗中 也积累了自己的战争经验 中东战场上的RPG火箭筒和AK步枪一样泛滥 所以为了防止从四面八方射来的破甲弹 在中东大区作战的坦克车组成员 经常会发挥主观能动性 给自己加装五花八门的简陋格栅装甲 甚至有的还会在自己坦克上装满金属栅栏 活脱多一个行走的巨大铁笼子 到了俄军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的 俄乌武装冲突时期 对于俄乌这俩无人机不发达的国家 价格低廉的商用无人机 裙飞弹这些廉价武器成为战场上最好用的攻击手段 俄军和乌军的坦克屡屡被挂在这小型破甲弹药的低价无人机 和单兵反坦克导弹爆了头 面对这种情况 俄军和乌军不得已开始在坦克炮塌顶部 安装上了制式的笼子式的格栅装甲 这种奇葩行为也一度被西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网友嘲笑 本来因为上下车不方便 没法抵挡弓顶导弹这些问题拆了一阵 但是随之后期FPV自杀式无人机 军飞弹等玩意儿的越来越多 俄乌这俩难兄难弟很有默契的又把顶坑加了回去 不仅加了回去还在顶坑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 就像今年的军队2023军事论坛上 俄罗斯展出最新生产的T90M和T80DVM坦克上 安装的最新型的制式顶坑 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精细化和升级 但依旧是简单粗暴 从上面道道说的顶棚装甲发展 大伙不难看出 现如今这东西的出现和应用 本质上就是用来抵挡飞在天上 且难以反制的小型无人机 对于面对使用廉价无人机的低科技水平对手来说 非常的有用 所以以色列在自己吃了无人机的亏以后 也捡走了这俄乌的现成经验 给自己坦克盖了帽 但神秘的东方大国三哥 也给自己坦克全加了顶棚 就让人有点匪夷所思 大概是受到了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惊吓吧 但是你三哥要面对的对手可是兔子呀 你真的以为这破烂顶棚有用吗 答案是没什么屌用 座大的目标还是会被解放军的红箭石一一点名 在这里刀刀就要说 为啥咱们解放军不太需要这玩意儿 首先呢 这种简易的顶棚格栅装甲 之所以能够活跃在世界各大战区 是他们面对的战场强度 并非是军事大国之间的高烈度对抗 基本上都是军事实力不对等条件下的非对身作战 穷有穷的打法 这就给小型商用无人机发光发热的空间 其次就是顶棚装甲 这种简易装备价格低廉 没有任何基础含量 随便找个铁架子自己都能汗 对于没有反制无人机措施的国家来说 这种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手段 这成为这种低水平冲突中 对抗小无人机最有效的方式 那么对于我军来说呢 首先从装备体系上来说 我国作为世界上无人机玩的最屌的国家 咱们解放军中的反制无人机的手段 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调到单兵反无人机的设备 达到更加复杂大型的设备应有尽有 早在之前央视军委之眼介绍99A那期节目中 提起亚美尼亚战场上的无人机时 就曾提到我军的一点反制措施 当然因为保密等因素不能提到太多 但是大家能够放心的是 在未雨成谋和不打无准备之杖的咱们解放军中 依然会有五花八门的反制无人机手段 其次呢 虽然从近年来冲突看到的都是小无人机发挥作用 但是现代战争中 反坦克的手段依然是在基层单位中 大规模列装的各式反坦克导弹 以及随叫随到的武装直升机 高烈度的真正的战场上 光靠无人机携带简易炸弹来摧毁坦克 显然是无法取得多少战果 因为对真正的军事大国来说 基本都要优先掌握战场制空权和制电磁权 这样才能紧紧扼住敌方无人机的咽喉 避免装甲部队被敌方无人机点名 所以从上面这些 你就知道为啥对于我军来说 棚子没啥大用了吧 这东西可以有 但是基本没什么必要 但俗话说的好 战争才是军队最好的老师 我军一直以来也在学习和进步 格栅装甲之类的小心改装 在像巷战等特定任务的时候 我军自然而然也会跟进进行适当的改装 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第一位的 毕竟当年朝鲜战场上 咱们志愿军官兵就已经率先搞出来了 在枪上帮手电筒的最早战术手电 用来清理地道和战壕的骚操作了